大家好,我是Pheaton DIY的Blocker 我的Moto X二代已经升级了Lollipop一段时间 发现Lollipop系统有四个隐藏的功能可以一力打开来使用 大家一起看看 最简单来说,关于手机 这个就是Android 5.0的位置 只要在这里连点几下,就会叫出Lollipop 一个游戏 点一下就变色,要保持久一点,就会进入一个游戏 这个他们外面叫做Android Bird 我通常都过不了关 看看今次行不行,还是不行 再来一次,都需要买,有它了,不玩了 除了这个游戏之外,在最底版本号码这个位置 只要连点它七次,做一点,做完了 形成开发人员,开发人员是什么? 其实只要前一级,在最底的关于手机上,就有这个开发人员选项 它播出之前是隐藏的,进去里面有什么? 最简单就是USD debug 这个最简单,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设定 可以一看它怎么玩 除了这两个都相当熟悉的隐藏功能之外 另外两个是要借助一些APP使用 我已经安装了,进去里面找APP使用 有一个就是这一个,叫做开启电源 它在4.0时代就已经有了 5.0更加好,不过用中文找不到它 你可以用上面的这个字,BatchBase%来找它 那它这个功能是怎样的呢? 进去里面是不需要用的 只要拼了,在这里,拼了它 它就会做到这个百分比显示 这里比较难看一点 我做一个Capture画面 然后开了Capture画面给大家看看 OK 好了,看到了,上面看到了 那就是55% 4.0时代的字是不清楚的 5.0时代是相当清晰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功能 可以显示百分比 这里要提一提,记住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想按多一个功能的话 你首先要不拼了这个拼好 先做不拼了它 除了这个之外 在apps里面还可以找到另一个 我也下载了的,差不多在底 就是这个 Unlimited Screen Recorder 这个是不需要显示的 也没有什么限制 其实这个功能就是屏幕录影 现在我用这个屏幕录影就是靠它 它的界面其实很简单 上面是一堆设定 你看你的需要而做设定 而底下就是那个 录影和停止的控制器 控制事項 其中在apps里面叫之外 正在行录影 铺下来 在上面也可以按停它 四个隐藏功能 大家有时间都可以玩玩 多谢各位